张学友在《四大天王》里是唱歌最好的,有歌神的美誉,不但唱歌在演戏上都很有才华的,让人更佩服的是他能及时地帮助一些有实力的新人,比如李慧珍就是。 当年李慧珍翻缠邓丽君的《漫步人生路》把其中的散步不甘演绎的是淋漓限制,也成功吸引了张学友的注意,张学友还特意地邀请他作为自己的演唱会的嘉宾给予大力提拔。 李慧珍在被张学友发现之前就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,印象深刻的就是爱死了昨天,这也是他的成名曲。 让人可惜的是事业飞速发展的时候,郑茂宇在全国各地做巡回演出的他,被确诊为脑垂体肿瘤,这件事直接影响他的人生轨迹,永远都失去了生育能力,以至于和圈内男友分手。 幸运的是如今找到一名普通的公司职员领养了两个孩子,日子也算幸福。 偶尔会有一些影视作品进行音乐创作,印象最深的就是习惯,这首歌征服了广大观众时期,再次走红,希望以后的他越来越好。